极乐世界 最殊胜的 无过于 凡复 六道凡复 而且这里面还有 造作极重罪业的凡复 无逆守护 他马上到无间地狱去了 这些人很幸运 他寿命还没中了 遇到这个法门 遇到他能信 他肯发愈 忏悔业障 佛还是 接引他 一丝毫不嫌弃 那么这些人到极乐世界 什么品位 有认识 造作罪业的凡复往生 是下品 下三品 但是我们知道 忏悔的能量 不可思 又何况大臣经里面 常常告诉我们 手有一切 不善 包括无逆守 自信里头 没有 他在哪里 他在阿赖业里头 既然转世成智 这个罪业 阴消云散 痕迹都找不到我 就像慧能大师一样的 见到时 清净 不声不鸣 本自居住 本无动摇 能生万发的自信 我们要从这些地方去体会 句句都是真话了 那么我们对此地所说的 就不会怀疑了 凡复 列灯不出 这个凡复里头包括 无逆守 不出 是等着菩萨 后不复 跟妙就入来 就差一几 菩萨到这是顶头了 没有比这更高了 像观音 弥勒 观音是极乐世界的 不出菩萨 弥勒是 搜婆世界 下一位 出现在这个世界 成佛的 不出菩萨 这个都是 特殊的例子 所以是 奇长皆谈 不可测度 凡复 无法想象 啊 也是不可思议 也是不可思议 对 不可思议 对 不可思议 对